如果你想要全方位的提升上肢能力 加強核心穩定度 那麼就必須得練這個動作 哈囉我是蓋伊 今天要來針對站姿兼推訓練後的好處 以及訓練時的幾個重點 注意事項來做說明 首先站姿兼推訓練到的目標 肌群以三腳肌前術為主 重術為腹 三頭上胸斜方後背為協同肌 站姿兼推對於上肢力量訓練上有非常大的幫助 肩推與臥推的方向剛好是接近垂直的 所以操作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臥槓位置、手腕角度等等 但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像是肩胛骨的位置 這些等等會一一跟大家說明 由於肩推與臥推訓練的肌群有所重複 所以訓練肩推也有助於提升臥推上的力量 今天我會用槓鈴來做示範 第一個步驟一樣 我們先調整好槓高 夾好頁下 收好肩甲 固定好手腕、手肘 吸氣鞏固好核心 微微下蹲 用腿的力量將槓撐起 走出槓架 是最安全穩定的方式 切記不要把槓架調太高 導致出槓或是放回去的時候 要靠上半身或踮腳 將槓撐起 步驟二 抓出自身握具 我前面提到 站姿肩推跟臥推有許多相似性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 肩推跟臥推的握具會差不多 但事實上 站姿肩推的握具 要比握推要來的載上許多 我們將肩胛骨微微向後收 夾緊背部以及你的腋下 手肘微微靠向身體前側 讓前臉與地面接近回直的 這時候雙手的距離大約是 越寬於自身肩膀的位置 很多人會握得太寬 手肘向後導致上推時造成肩部夾緊 步驟三 槓與手掌的相對位置 肩推的握槓方式跟握推一模一樣 接近我們手掌的中下方 還有點像出拳的方式將槓握住 出槓時手指向下 切記避免手腕彎曲壓力過大 導致不適 步驟是肩胛骨的運動軌跡 這也是一個大家很容易犯的錯誤 我們都知道在練胸練背的時候 要將你的肩胛骨後收並且下放 然而肩推牽扯到過頭的舉動 所以我們同樣後收肩胛骨 但是不要刻意固定在下放的位置 讓肩胛骨自然的上下運動就好 步驟五 檢視身體的相對位置 雙腳與肩接近同寬踩自然站姿 雙手握住槓鈴 將槓鈴放置上胸處 接近下巴的正下方 手肘靠近身體前側 夾緊腋下後收肩胛骨 前臂與地面接近垂直 吸保性鞏固核心 抬頭頂胸 維持脊椎中力 夾緊屁股繃緊腿部及髖周圍肌群 步驟六 注意髖的橫向運動 讓身體保持在中立的狀態下啟動 槓鈴上推時 頭部微微往後仰 讓槓鈴移動軌跡 盡可能地接近直線 當槓鈴高度超過下巴時 下巴同時恢復起始位置 視線維持看向同一處 保持頸椎中力 上推到頂點時 保持槓鈴 鱼弓關節 脊椎腳掌中心呈現一直線 頭部自然向前 之後再將槓鈴依上推路徑 緩緩地下放至上胸處 切記槓鈴於手腕手肘位置 必須保持直線並以地面垂直 並且繃緊核心 呼吸的部分 啟動前吸保氣 骨部核心發力上推 下放時微微地孵出一些空氣 下放至低臉時重新吸保氣 再發力上推 最後跟大家補充一點 很多人會說站姿肩推很容易代償 所以要選擇孤立感較強的坐姿肩推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你要知道介力並不等於代償 站姿肩推可以很好的運用到 寬周圍肌群以及腿部的發力控制 讓脊椎保持在良好的位置 並且對於啟動或是力竭時 身體的介力更為安全 肩膀是人體非常重要的部位 也蠻容易受傷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訓練這個動作前 先請專業的健身教練評估自己的活動度 是否適合這個訓練動作 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站姿肩推的條件 如果你無法操作這個動作 那就說明你的身體存在一些因素阻礙著你 然而站姿肩推幾乎涵蓋了整個上肢的參與 所以站姿肩推蠻適合作為一個 評估你上肢活動能力的指標 另外在做肩推這個動作前 一定要先做足充分的暖身 其實肩推這個動作在健身房有很多人會練 但只是大部分人都使用啞鈴而不是-0 那各有各的好處 有機會的話我再分享給大家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吉蘭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